眼尖 手快 心狠 我正途就是靠这三样起的家 这个男人叫正途 绰号正关西 他是个老实本分人 靠卖猪肉 安身立命 在卫州城状元桥下经营着一家肉铺 因为颇有家资 难来北往的都奉承他一句正大观人 这日清晨 铺里尽了一头顽略不听话的佩奇 徒弟们按都按不动 拿个刀瞎比划了半天 也瞎不去手 这孩子一看就是技巧生疏 还得正关西亲自上马 把刀给我 只见正关西一个手起刀落 就拿下了整个水浒的第一滴血 眼尖手快心狠 二师兄走得一点也不痛苦 正关西坐镇肉铺之中 盯着徒弟们砍肉卖肉 生意还不错 一上五过的平平淡淡 只听闻街内头有辆特斯拉没杀猪 小闹了一番 正无聊之际 一只不要狗命的老黑 偷偷摸摸混进了肉铺中 他以为正关西没看见他 就跟那儿东秀一下 吸舔一下 你白吃我 我白吃你 一个小正飞刀 又拿下了整个水浒中的第二滴血 正关西让徒弟们把狗拖到后院剁了 中午狗肉锅子走起 临近晌午 天气逐渐闷热起来 正关西扇着扇子喝着凉茶 头一抬 看到那几个不争气的徒弟就活大 你瞧瞧女性的骨头 那下面只要能剃出二两个鲸肉 你娘老子的妈妈 你生的这么笨 正关西正要给他两个大嘴巴子 突然赶到背后一梁 城管来了 这家伙可不好惹 他叫鲁达 是魏州成金略府的提侠 虽说人也不是什么恶霸 但脾气火爆 有事没事 别去招惹他 给提侠看作 正关西笑脸相迎 可鲁提侠一直冷着脸 似乎不怎么愉悦 要食斤鲸肉做臊子 不要剑半点肥的 正关西马上让徒弟给安排 哪知鲁提侠怕他们切得不够细 肥要正关西亲自操刀 行 做生意讲究的就是服务态度 一顿操作分分钟切好 荷叶包好 正要让人亲自送到鲁提侠府上 再要食斤肥的 不能剑半点筋肉 筋肉臊子做饺子馅 肥肉臊子有什么用 算了 正关西也不敢问 行 做生意讲究的就是有求必应 一顿操作分分钟切好 荷叶包好 正要让人亲自送到鲁提侠府上 再要食斤软骨 不能剑肉 也要切成丧子 不对 这不是来做买卖的 正关西暗自心中嘀咕 他过会指定还要劈我猪肉 反我秤 正关西怎么也是 魏州城有名的大财主 如此得寸进尺 我不要面子的吗 你他们故意找茬是不是 按你说的 我没本儿去 话音刚落 鲁提侠就一脚踹了过来 正关西闹了 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抄起案板上的杀猪刀 就要反击 又被一脚踢到店外 鲁提侠跳了起来 把他随手提起 你这个杀猪卖肉的屠户 狗硬的东西 竟敢叫什么正关西 说完 怼着他的眼睛就是一拳 直接把他打飞 顿时正关西的整个人声 亮起了红灯 只觉同婚脑胀 正关西连忙解释说 鲁提侠 不禁药 不传药啊 狗娘养的 你还敢嘴 还没反应过来 又是一拳 隔着桌子 把正关西整个人击穿了 只觉五脏六浮 瞬间移了位 正关西连忙起身 求饶服软 亏你求饶 我拼不饶 又是提起一拳 正关西直接破窗而出 身子落在地上 魂魄则飞到天上 太惨了 下辈子再也不叫正关西了 还是叫闯关东吧 正关西死得有点冤 他到此还不知道 一切的源头 居然是因为一个女人 奴家心里一击 就落泪啼哭 触犯了惯人 往惯人开恩 他叫金翠莲 外号小陈红 是本集魏州爱妻故事的女主角 她出生于大都市东京 怒家是从东京来的 因为那里气候炎热 于是和父母来到小城市魏州 哪想中同母亲病死了 前一用光了 眼看走投无路 只能和父亲金老汉 靠卖唱谋生 我妇女二人 就在这卖唱 赚点小钱 三个月前 他们妇女组合在酒吧住台 认识了本地的精神小伙 震观西 震观西花言巧语说自己是生物形体设计师 祖上是国产007 家里开场的 就和他好上了 谈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那 那是我花钱买的 两相情愿的 要到谈婚论嫁了 徐诺给三千块钱彩礼 才猛然发现 那个震观西是个大骗子 渣男 海王 他就是个杀猪的 早就结了婚 想让金翠莲做他的二奶小三 被正宫老婆打出的金翠莲在酒店里哭的 那叫一个伤心 不想惊扰了正在会有商谈的城管鲁达 鲁达看他被渣男骗得可怜 就给了他点钱 金老汉还顺势说出 震观西事情败露后 海王称已经给了彩礼 正大官人给的三千块 是虚的 如今整天让人盯着自己 不还钱 不让走 简直就是当代朗仙平 鲁达一听 更来气 对他说 我跟着你 我看谁敢拦着你们走 来到入住的酒店 金翠莲和父亲打包好行李箱 就要走 你们走了 正大官人问我要点身钱 回去回去 原来这酒店小二 就是郑观西请来盯住金翠莲的人 他抓住二人 还要让二人当场表演才艺取乐 这一切都被鲁达看在眼里 当场就要认识一下这个小伙 你先让他们走 正大官人的钱我还的 你还 我不认识你 行 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 鲁达的物理交友法 直接把小二干闹了 等一下 认识我了吧 认识了 认识了 爷 咱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挨了鲁达一拳 店小二再也不敢豪横了 等金翠莲父女二人出了城 已经走远 鲁达又去找朕观西 没想到三拳 拳拳暴击 直接就那个渣男打得投胎闯关东去了 他 他给我炸死 这死不经典 他给我炸死 此刻 他金翠莲和金老汉 也已经越走越远 大概半个月后 金翠莲和父亲在戴州燕门县 再次遇到了鲁达 那时政府对鲁达的通缉海报 已经张提了满世界 鲁达不识字 看到一伙人聚在一起 就也想去凑热闹 哎呀 张大哥呀 来来来来 地下恩人 你好大胆 被公人看见可了的 此刻鲁达才知晓 那是通缉令 金老汉给鲁达戴上墨镜口罩 先领他去饭店填饱肚子 金老汉对鲁达说 他们父女路过此地 遇到了以前的邻居 邻居就给金翠莲 介绍了个新男朋友 从此 他们就在这儿 喊家了 也多亏了他呀 为翠莲做梅 给这里的一个大财主 赵元外呀 嘿嘿 做了外宅 说话间 金翠莲新男友赵公子 已经来到 他也是爽快人 他说 你是我女朋友 金翠莲的恩人 就是我赵某的恩人 全场消费 有我赵公子买单 完事儿 还邀请鲁达 去自家别墅住 鲁达在赵公子家 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闲不住 天天不换 老年活动区的健身器材 被朝阳群众 举报给了公安局 公安局当即 就派人来视察 不日就要实施抓捕 不好了 昨日来了两个工人 左邻右舍的打听消息 怕是来捉拿恩人的 鲁达一听表示 那我走 我走 不能连累你们 故事视角来到鲁达 他曾经是个体下 武功高强 天生神力 曾经亲自制服了 一辆特斯拉 后因为犯了命案 被官府通缉 先躲避在好友赵公子家 赵公子的仆人说 官府已经找上门了 不日就要实施抓捕计划 他不想连累朋友 决定跑路 赵公子说不慌 他有办法 山上有个文书院 赵公子已经不知道 在那里冲了多少年会员了 反正是那里的榜一大哥 院长智珍长老是他的弟兄 曾和他青铜手足 可以说是一起吃过肉 一起喝过酒 一起通过窗 一起瓢过肠 院里的智珍长老 是我的弟兄 我祖上曾舍钱在死里 赵公子对鲁达说 你现在剃渡上山避祸 也就从此顿入无边佛法吧 鲁达不懂什么佛法 但懂刑法 他知道要想不服法 如今就只有这个办法 当然鲁达是愿意了 但五台山要是会说话 他现在只想说一句话 你不要过来啊 次日鲁达和赵公子一人 开着一辆轿车上山了 智珍长老携全自僧侣 出门迎接赵公子 赵公子和智珍进入宝殿 一番交谈 他说鲁达是自己的小表弟 乃君汉出身 还因见陈氏艰辛 情愿气熟出家 如能遇成此事 赵某实为姓甚之至啊 贪月严重了 此乃山门姓氏 智珍长老听完若有所思 表示稍呆片刻 于是携众僧侣 到隔壁大殿商议去了 整个寺里老和尚小和尚 从你进山门那刻开始就盯上了鲁达 现在一听说他要在此落足 个个嘴之鳖 头之遥 这个要出家的人 形容丑陋 相貌凶丸 如果剃肚 只怕惹出事端 累积山门啊 其他小和尚也纷纷跟着硬喝 说鲁达长得 感觉两只眼一睁 仿佛能把人吃进肚子里去 智珍长老说 你们的意愿我都听到了 具体去留让我入定看看 智珍长老谗意上闭眼盘坐 口诵咒语 一柱相后方才睁眼 此人上映天性 心地刚直 虽然有些凶丸 日久却得清静 正果非凡啊 后来鲁达才知道 智珍长老的这短短几句话 居然真的把自己的一生 道了个明明白白 随即智珍安排人准备 僧邪 僧衣 僧帽 袈裟 等入伏必备用品 还有在大雄宝殿 当着拳刺几百号人的面 为鲁达亲自替度 秉赐法名 智珍 鲁达一跃成为鲁蛋 众所周知 人一旦变突就会变强 为了压住鲁达的性子 智珍再次亲自用手 与他摩顶兽计 让他三归一 一要归一三宝 二要归奉佛法 三要归敬师友 行啊 咋啊 见鲁达答应 置身又让他五受戒 一不要杀生 二不要偷盗 三不要邪淫 四不要贪酒 少喝一点行吧 五不要妄语 授戒结束 赵公子也不便多留 临祖前叩谢至真 表示鲁达这孩子皮 辱学不容易 希望校长多多照样 最后有语重心长的 对鲁达说 如今归一授戒 不同往日 万事不要冲动 千万记得遵守佛法佛规 长老让撒家往东 撒家不往西看一眼 长老让撒家往西 撒家不往东 挪一步 好了 以上就是水谷传 第二集的主要内容 讲述了正关系 和金翠莲的 爱情罗生门 以及在别人的 爱情故事中 横插三拳 导致犯下命案的 鲁志深的故事 鲁志深为了 不进监狱的大门 只能进了佛门 可他肯定是 耐不住佛门寂寞的 那么他 到底是如何掀了 整座五台山的呢 关注大浪 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 我们下回接着说